英國學校教師大學講師公務員 和鐵路工作者 共計大約50萬人 1號走上街頭 抗議薪資不抵通脹壓力 要求政府繼續加薪 幅度要高過通脹水平 那這是英國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罷工抗議活動 英國公務員工會成員走上街頭 高舉罷工 現在就掌薪等標語 抗議政府對公務員的薪資待遇不佳 無法應對高通脹帶來的生活成為壓力 來自英國120個政府部門 共計約10萬名公務員 目前已經加入了罷工的行列 由於崗位空缺 英國軍隊已經準備接替邊境檢查的職位 如果政府沒有做到什麼事 我認為我們會看到 像今天一樣 有更多的職位 同一天 全英多達30萬名教師 開始罷工活動 導致英格蘭和威爾士八成半的學校 局部或完全關停 罷工教師要求政府 給予更合理的薪資標準 以應對高漲的通脹態勢 然而英國教育大臣表示 給予教師行業更高薪資 可能加劇全社會的通脹態勢 一同加入罷工隊伍的 數萬名大學講師和鐵路工作者 我愛教學 這真是很困難 這真是很累 我們沒有足夠的工作 因為我們經常被禁忌 有些人的支援 我希望今天人們會支持我們 和未來的攻擊 因為我們正在努力做得很困難 過去8個月來 英國多個行業 接連舉行罷工活動 包括衛生健康 交通運輸 倉儲快遞等多個行業 民意調查顯示 英國保守黨政府被指應對罷工不力 此外有數據指 過去8個月以來的各項罷工活動 導致英國經濟損失17億英鎊 預計下週開始 護士 醫療應急人員等 衛生健康從業者 將舉行新的罷工活動 法衛視綜合報導